模式完美 為甚麼懸仔版叫做懸仔版呢? 首先你們要看懸仔版她的形狀從高來看起來 很像懸鼠的 她的速度很快速 所以叫做懸仔版 Penny的原裝出到很多色 她的配搭都是一組設定很小的 我也知道很多玩家都喜歡有自己的Style Penny也很方便大家 出了這些可以分開配件 它的版面可以分開配 它總共有出了10個顏色給大家選擇 自己可以再配 然後螺絲也是 它的原裝通常都配黑色 它另外也是出到白色 紅色、橙色、黃色、綠色、藍色、紫色都有 很多顏色、白色都有 之後支架也是 另外也可以散換 你說喜歡上下不同顏色也可以 整對同顏色也可以 四個配件不同顏色也可以 接著到螺絲 螺絲也是 它有出到純色也有 混色也有 透明色也有 很多不同的選擇 Hello 我是Hidy 我剛剛玩完這個耳朵版 我自己潛水耳朵的一檔 耳朵版就是第一次玩 其實也很難的 首先要有勇氣上一塊板 然後你要控制你的平衡力 然後你還要 可能再玩高深一點 還要玩花色 因為這樣玩就不夠好玩 所以 大跟小的真的差很遠 因為你平時玩滑板 腳踏的位置會比較多 你就會 不要太害怕 但是魚仔板就小很多 所以你一跳上去 你就要 適合位 所以我自己也很害怕 所以我自己也很害怕 好 這次的路 什麽 很難免